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美国司法部 国防部 国土安全部等多个联邦政府部门 在最近以国家安全风险为由 要求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CC撤销中国电信在美国的经营许可 这也是继去年美国方面拒绝了中国移动在美国的经营权之后 华盛顿再一次锁定了中国的通信和科技产业 如何来解读美国政府的连串行动 把中国电信赶出美国这意味着什么 北京方面说就是把经济问题政治化真是如此吗 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中国经济观察人士秦鹏 来为您分析和解读 非常感谢秦先生接受美国基因的访问 那么首先我们就先来看一看 美国有一位情报事务专家叫毛文杰 他就这么说 他说美国政府现在要建议或考虑要来取消中国电信在美国的经营许可 这是一件重大的新闻 您怎么看 到底这个建议它意味着什么呢 对这个新闻应该说还是蛮重大的 因为就是过去的这段时间内我们看到中美贸易协议这边的话 基本上是这种接近风平浪静 大家再看说中国那边它的第二阶段协议 或者它执行第一阶段协议的执行情况 那么在COVID-19就是这种新冠状病毒爆发以来 对美国它又属于这种有点自顾不暇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就全球因为对中共的这种拖延和散播造成的这样一个危害呢 就是非常的这种越来越多的愤怒 因为死人越来越多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很多国家都在研究说起诉和巨额索赔 那么包括美国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突然间又出来一个中国电信 而且呢这是一个巨量级的这种公司 又是以国家安全的名义 那么必然呢就有很多看点 也很可能会引起呢中美两国的这种 我们叫争斗升级 甚至的话呢爆发一些比较激烈的这样的一些行为 所以呢这可能毫无疑问 这我理解为什么毛文杰讲说 这可能是一个重大事件的一个原因吧 是那很多人也因此关注到了 特别是美国的人 他也开始关注到中国电信 很多人很惊讶 原来中国电信在美国已经经营了这么多年 他是在2007年的时候取得了在美国的经营许可 那么他到底在美国进行什么样的业务 他的客户是哪些人 那么他为什么能够在美国取得这样的一个经营许可 中国电信呢他更早应该是在2002年的时候就进来了 到呢可能是2007年的时候 他取得了这种就是更大的这种 我们叫电信的全面服务的这样的一个权利 也就是说他像他有了像这种企业级客户提供各种各样的这种数据 还有语音和这种视频国际通话等等的这样的一些集成性的一站式的业务 也有了像这种我叫零售客户 就是所谓的我们叫一般性的这种个人顾客 他提供这种电话这种移动 还有一机双号和国际卖邮等等这样的一些业务 后边这个业务其实是不太稀奇的 但是呢前边呢这种业务目前来讲也是只有他这一家 而作为呢说是中国的这样的一个国家 我们叫是共产主义国家能够在美国落地 说实话我觉得是一个蛮奇迹的一件事情 这可能也许取决于当时的中美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关系 还属于在比较蜜月的一个时期 而奥巴马时期呢可能又对这样的这种 国家安全性的事务呢就没有那么的敏感 所以可能当时就产生了说让他全面的一个开展业务 但是特别有意思 其实我在注意到呢 他们是在网站上把公司级业务的这种建设全部删除了 对所以这特别有意思 我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是不是跟这个这次的调查有关系 对对值得我们观察是 那我们知道秦先生 美国的司法部在4月9号发出这样的一个声明 就是说他要建议FCC来撤销中国电信的经营许可的时候 他在声明里面是这样提到 他说美国通信的安全性是取决于 我们是不是去使用那些来自于 这个与美国享有同样的价值观 同时关注人道主义的国家 这种值得信赖的伙伴 所以很明显看来如果依照这样的标准 这个中国电信似乎是并不符合这样的标准呢 那么中国电信在去年的时候 他也曾经登上了这个国际媒体 也得到关注 就是他好像在欧洲有大量的这个移动流量 有两个小时的时间都被这个中国电信给吞掉了 那么很多人认为这是一起非常有可能是一场恶意事件 那么从这种种的这种说法还有事件来看 你觉得美国政府对中国电信所产生的疑虑或它的质疑 是不是有它的合理性呢 我觉得他这种怀疑是非常合理的 就是单讲去年的时候 这个2019年的6月份 这一次的这种数据的这种 我们叫泄露事情呢 它实际上是比较经常发生的 但是呢这一次呢是美国的这种中国电信 它是接收了这样的一个来自于瑞士的 就是一个信号之后呢 它开始在整个向欧洲发送 然后带来呢整个这种数据的大面积的这种转移 那么长达18分钟 那么在之前呢又有发生过这种 还有9次 也就是说这一次在报告中 它提到一共有10次这样类似的行为 所以从技术角度来讲呢 那就带来一个悖论 说如果呢是不是故意的 那为什么发生这么多次 如果说是想避免的话 为什么它还做不到 还是说是没有意愿去改变这种行为 所以这个从技术角度来讲的话 其实中国电信 陷入一个这种很难去辩解解释的一个局面 而从中共当局的就是这种这些年的 它的主观意愿上来讲呢 中国电信也处于很尴尬的一个这种地位 因为我们知道呢 中国电信它是一个国企 而且呢它和军方和这个国安等等 这样的一些这种系统的话 它是有非常紧密的一些合作 而中共呢在2008年以后 它就是发生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这种转变 2008年我们知道呢 中共那边的话就是全世界发生了两件大事 一个是美国金融危机 另一个呢是中共的话 是在国际人权组织的这样的一个 极力阻挠下的话成功的举办了奥运会 所以呢对它来讲的话 感觉到这种获取全球这种霸主地位 然后打败美国的这种豪生壮志 就是越来越强烈 所以我们后来看到在南中国海 在和日本 在和美国 在和法罗等等的话 就接二连三的发生了非常多的这种冲突 而且的话中共是越来越强硬 所以而且呢又后来又制定了一系列的 相关的法律要求中共的这些企业 要求呢在华这些企业的话 必须如何如何的进行这种配合的数据 所以这种扩张性就对外扩张性是变得特别特别的突出 另外呢这个从之前呢还有这种前车之鉴的 就是类似华为 它呢是也存在了在中共的这样的一个指导下 或者面对下呢 它是通过这种电信业务的方式 在全球呢是试图获取这种控制权 所以我们叫植入特洛伊木马这种方式 所以呢基于以上这三个方面的原因呢 那我觉得像国际社会呢 怀疑说中国电信也似乎承担 或者可能承担这种破坏 就是美国乃至于整个全球这种电信系统 或者是这种数据安全等等这样的这种嫌疑 它毫无疑问是存在的 嗯是 秦先生我们大概剩下两分钟时间 但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话题想请您谈 您刚刚也提到中国电信 是中国非常重大的这样的一个公司啊 那么中国我们知道三大这个通信公司 中国电信还有中国移动 还有中国联通 那三家里面现在已经有两家 是已经被或者即将要被美国政府取消 它在美国的经营权了 那么您觉得这样的一个趋势 它对于中国想要扩展 它的这些通信业务也好 科技产业也好 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另外我们看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他在4月10号是这样回应 他说美国这样的做法 是要把经济问题给政治化 那么您怎么样看北京的反应 北京有可能会采取报复或反制措施吗 对中国的实际上看待电信业务的发展 其实没有这种根本性的影响 因为他本来的话就是 这种业务也在这种国家来讲 也是绝无仅有的 美国也没有相应的这种的伙伴 在中国采取类似的业务 所以他对于 如果说采取其他业务 是可以有其他这种电信商来完成 所以我觉得对正常业务没有影响 形成打击的是中共的这样的一个扩张野心 而赵立坚呢 就是做出这样的回答 我觉得一点都不奇怪 他必然会说我们都是正常企业 华为也是私人公司 对吧 这是他必然的一个这种状态 他可能会想报复 但我觉得可能难度在于 他选什么样的报复对象 可能是比较困难 因为我们知道呢 过去的这些年 美国的这些高科技公司 纷纷的其实是臣服于中共的 这样的一个隐位之下 为了利益 所以呢就是 现有的这些像ATMT等等 这些这种电信伙伴 并没有像在中国有类似的这种业务 而呢 其他的这些科技公司 又是中共的这种伙伴 所以他惩罚谁 说实话 我还目前还想象不到 或者他也有象征性的 做一些什么样的报复 也许会 但是呢可能 这才符合他的一个特点吧 好的 我们今天非常感谢清风先生 感谢您 为我们提供您的分析和解读 谢谢 谢谢 以上就是这一节 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 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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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